为了问候外星生命,科学家做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,他们在两架即将飞向宇宙深处的飞行器上安放了两张镀金唱片。 对于这两张唱片,有研究人员认为,他们可能会向外星生命传递错误的信息,如果宇宙中真的存在外星生命。 当他们捕捉到这两张唱片时,他们可能会认为人类的形象是滑稽的,除非他们和人类没有相似的认知。 根据天文学家的介绍,这两张镀金唱片上,刻有地球的声音和图像,他们会随着旅行者号飞行器一起飞到宇宙深处, 坦率由外星生命存在,并且捕捉到了这两张唱片,他们一定会对其中的内容进行研究分析,认为这两张唱片会对外星生命带去误解的研究人员解释道, 可能研究过唱片后的外星生命,会认为,人类是一个吵杂的种族,喜欢胡言乱语, 这完全和美国豪天局所希望的相反,因为每一张唱片上都刻录,有地球上14种人类语言的问候和其他的声音, 其中包括生物的声音和工业制造的声音,但是所有声音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特点,都是以人类为中心。 其中一位研究人员,奥查德认为,这两张唱片是人类制造出来的, 他们所蕴盘的是人类所希望表现出来的形象,但是其中的声音和图像,必须也要有听觉和视觉的能力才能够接受到。 如果外星生命缺少了哪一种必要的感官能力,他们一定会对信息造成误解。 再加上,外星生命的思维方式,很可能与人类的思维方式不一样,所以他们所理解的意思也可能和人类所希望的不一样。 科学家认为最让外星生命困惑的声音,应该是其中长达90分钟的音乐。 虽然他们都是由个别的音乐组成,但是外星生命怎样理解他们也是一个问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